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今天這條影片很興奮 我看了梁翔融Joey的 Pretty Crazy 演唱會 有沒有現在看這條影片的人有看過演唱會呢? 我剛剛在網上看看他穿了什麼衣服 在這個19場演唱會他穿了33套衣服 多誇張 所以我今天這條影片就想逐一告訴大家 他穿了什麼衣服、什麼品牌 我覺得哪幾套最漂亮 給你們看完 現在馬上去片 在這次的服裝方面 他三個主要的風格 Wyman、Luca和Ferra 還有Kenneth Chan 做了很好的一些作品出來 真的很多套 不知道在哪裡開始 那我首先講開啟的套 好像一個發光的海膽的衣服 站在波子上唱 唱空港remix美麗在網 這套衣服就是Kenneth Chan做的 Kenneth Chan是一個香港很厲害的演唱會 穿衣服的大師 陳華國先生 這套衣服只是唱了一首歌 一個很華麗的 空降在紅館的感覺 登場 接下來這首歌之後 他就換了他跳舞的那套衣服 也是陳華國先生做的一套衣服 一個body suit with 一個半 cape的感覺 大家有沒有留意 那個print 是一個繁高的感覺 Story Story Night 我不知道他的啟動是什麼 但我看到就覺得 這套衣服是一個 音樂和藝術和藝術的表演 整套衣服很合理 然後他就換了衣服 就是《再見我的初戀》的這一套 青春回來了的感覺 都有一些深呼呼的感覺 他有穿了幾套衣服 我看了兩套 第一套他穿了一套 這個Mark Jacobs的一個 Fall Winter 19的一個collection 我自己很驚訝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Joey可以很glam 很華麗 很多東西可以做到 很多時候都會比較有型的路線 潮 很chic的感覺 但其實我一直都很想看到 她很glamorous的一面 看到她的胸口很美 其實她的身材 真的不是... 的時候她穿這套衣服 是更加的好看的 另一套 她穿了這個Molly Goddard 在Fall Winter 2019年的一套粉紅色 超大的一套沙裙 因為她這個形狀的裙 首先上到紅館的舞台 非常有舞台感 而且她也有一點 側腿 所以就算這條裙這麼大的關係 你也會看到一些肉 肉在台上差很遠 所以這條裙的拿捏非常好 然後在這部分 Joey也再換了另一套衣服 我不知道是否這樣讀 Richard Queen 這條裙有很多crystal的裙 也有一些羽毛 在肩膀的位置 你會看到這個runway的裙 裡面還有一個羽毛的頭罩 但Joey就沒有帶這條帽 她只是帶了一個披衣的感覺 就是一種冰涼冰涼的感覺 但你問我呢 我這部分最喜歡的 就是黃色和粉紅色那套 因為她有一種青春的 另外她穿了 Y Project的一條裙 你會看到她有一個 Gloves 跟一個這麼大的 Crystal Earrings 跟一個CAPE的感覺 很有Feel 很有舞台效果 順帶一提 雖然我不知道她是怎樣帶的 這個耳環 但很多人會想 這個耳環這麼大 那就扯了耳朱 很多時候 這些耳環其實是 勾著在這些位置 可能後面有一條橡筋 每一個不同 所以吃力位其實在頭上 不是在耳朱上 接著就是 《酒雀睡》這一部分 穿了Jack Mills的一個look 《酒雀睡》這首歌 《酒雀睡》這首歌 很棒 《龍宋登場》這首歌 她穿了這個Jack Mills 就配上她這個 《酒雀睡》的主題 有一點迷幻的感覺 配上了一個LACE BRA 然後她只唱一首歌 馬上衝進去 換了下一套衣服 就是穿了BOMAND的一條裙槍 《桃色無險》 而且這條BOMAND裙子 是有一種日本風的感覺 是非常配搭 Dancers也好 它的線也好 還有新的編曲 桃紅色的燈光 100分 接著 不得不提 這套是我其中一套最喜歡的 TUX RALPH LAWREN 一個TUX的頭 配合下身的長裙 是一個非常unisex 很酷很酷的感覺 配上一個很粗很粗的 這麼粗的褲子 非常帥氣 好有一種新鮮感 好棒 之後就換了一套MOSCHINO PRE4 2019的一套衣服 就唱了兩首歌 接著又換衣服 接著就是應該說到 下年也說不完的嘉賓環節 第一晚他就穿了這套Couture from Givenchy 2018年的一個collection 很難借到回來的 OK 那你會看到這套衣服 在 Givenchy的runway裡面 它是看到一個黑色的長袖 早已就離開了這個長袖 就是露肉 但我覺得這個套衣服的亮點 在髮型的頭部裡面 它的髮型真的好厲害 它叫做high-beamogue 它特地改裝了這個髮型 就配合這個套衣服 就好像一個Crystal的頭罩 整個頭都是閃得爆炸 接著第七場的嘉賓黃遠之 他在台上跟祖宇合唱的長子 簡直是好聽到飛起 簡直是起了雞皮 眼睛做到三個月 不要 kiwi 如果是我 別叫雞皮 在雞皮 對 到第十六場張慶軒做嘉賓的這一場 Wyman特意做了一套特典製作特別的衣服給Joey穿 這套衣服是跟Kenneth Chantel 華國一齊設計的 就是向Bob Mackie致敬的 而他的啟動是將車仔短褲的衣服 變成一款穿得到的一個晚上的衣服 最後一場就是Leon來做嘉賓的 Joey穿了Yumi Katsura的一個好像一幅畫的衣服 這幅畫有名的 叫做Find Wind Clear Morning 大家如果有看過演唱會 都會記得破上一刻是最震撼的 非常震撼的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最後一首歌 最後的豬麗葉那一部分 他就穿了Valentino 後面配一對金色熱的 在火山上飛出來的 是一個Valentino Prefoyen的狗 去到第十九場的Encore E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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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早日就更換了一套衣服 應該是叫Aria 而且他穿了Serge Rossi的鞋子 你看一個藝衣服 只是衣服都說了那麼久 籌備一個演唱會 用多少時間 多少人的心機去做出來 真的要好好感受這些藝衣服的工作 好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逢星期二、星期四都會有新影片出的 所以記得訂閱的時候 你開啟鈴鐺 有新影片出的時候 你們就會有信息 下條影片見啦 拜拜 我想說我是由容祖兒的第一個演唱會 美麗在望演唱會 去到她第一個真正的紅菇演唱會 隆重登場演唱會 她打後的每一個演唱會 我都太大了 Show Up啦 Reflection演唱會 Starlight No.6 Secret Life 然後就Pretty Crazy